3月9日,37岁的演员谭卓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最新拍摄的写真。 这一组照片拍摄的风格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夸赞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谭卓身穿红色吊带裙,身材火辣,事业现抢镜。 他有时坐在台球桌上,拿着台球杆,眼神非常酷,给人一种冷漠无情的感觉。 有时他坐在椅子上,女强人范儿十足,但谭卓的静景照片,大多是妩媚的感觉,超级性感。 谭卓把自己的身材也保持得超好,四肢纤细,胳膊和腿上,并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,一点也不像快要40岁的样子。 很多网友看到谭卓晒出的美照后,评论道,酷酷的范儿很适合袁总,姐姐好美啊,身材好啦。 谭卓因为主演此前爆火的电影《我不是要神》备受关注,他在电影中饰演一位为了救女儿而去做舞女的母亲。 谭卓在《我不是要神》跳的钢管舞片段,可谓是非常精彩。 据悉,谭卓为了在电影中呈现出绝美的镜头,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下了很大的功夫,更是跟随着专业的老师来学习一些技巧,非常敬业。 谭卓在出演《我不是要神》之后,前后出演了电视剧《引起攻略》和电影《烈火英雄》,他出演的角色都获得了观众的夸赞。 谭卓还是话剧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,由他出演的《如梦之梦》几乎每场都爆满,未来也祝愿谭卓可以继续保持好的状态,也期待他在未来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精彩的作品,可以尝试演绎更多不同领域的角色。